欢迎收看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Gopeng, apa khabar? Khabar baik, khabar baik Gopeng, dia sangat berfikir untuk datang di Taiwan Gopeng, boleh kita tahu mengapa kamu datang ke Taiwan? Semasa saya baca di sekolah mendengar Banyak cikgu saya belum pernah baca buku di Taiwan Oleh itu, mereka sangat mempunyai kami datang di Taiwan untuk melancong universiti Mereka berkata, kalau kamu beri ke luar negara Kamu boleh menengahkan kamu lebih luar lebih dari kamu baca di Malaysia Sebelum saya datang di Taiwan Oleh itu, saya ada satu, saya kata saya nak complete mani kayu saya Tapi kalau saya nak balik Malaysia untuk continue Saya takut masa tak boleh match dengan khusus Oleh itu, pada masa itu, peseru saya suggestion You boleh continue mani kayu kamu di Taiwan Oleh itu, semasa saya datang di Taiwan Saya ada join aktiviti pengangkap di sini Pada masa itu saya join pengangkap di Taiwan Saya sangat fikiran, boleh kata, semua jelas Saya nak ambil mani kayu saja Tapi saya suka pengangkap juga Mereka berkata, dia sudah menangiskan kembali Dia sudah menangiskan kembali Dia sudah menangiskan kembali Mereka berkata, dia sudah menangiskan kembali Jadi, dia sudah menangiskan kembali Dia tahu dia ada pahit dan kembali Dia masuk kembali Dia hanya untuk menangiskan kembali Tapi dalam pahit dan kembali Dia berkata, dia tidak menangiskan kembali Dia juga tidak menangiskan kembali 因为参加童军对她来说是一种兴趣和一种参与的热情 所以她现在已经是一个慕藏持有人 对您的观察,有什么不同的观察在 Malaysia和观察在台湾 或者我用一个专业的专业和台湾去做一专业 当我加入专业的专业的专业 既然每期三专业的专业 学长的专业 失业的专业 他们全部都可以达到亡业 好像是多云 以及其他海岸 水溜水 我们全部都在地湾 但是在台湾,我感觉有一个棺材的专业 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 全部都在学校 在游泊 那我给大家看 这种不同意义 我说好像 不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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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在台湾 可以说 社会不同意义 可能一年 一遍 刚刚我问 郭平说 他觉得 在马来西亚 参加同军 跟在台湾的同军 有什么不同 郭平是说 他感觉到 台湾的同军 会比较是属于 室内的活动 很少走向户外 因为在马来西亚 不管是初级同军 中级同军 高级同军 甚至到行义 罗夫 活动都主要在户外 登山 露营都是在森林里面 国会像台湾 都是在学校 露营地之类的 在台湾 或许有 但是可能就是 一年一次 或两次而已 所以他觉得 少了一种 在大自然中 奔放的感觉 那我们今天 谢谢 郭平的来临 今天我们的来宾是 Miao Qing Selamat pagi Selamat datang 到台湾 我再问 Miao Kim 为什么 你来到台湾 我来到台湾 因为有结婚 因为有结婚 很多人问我 是你学习在台湾 我没有学习在台湾 很多人 在台湾 所以他们 留在台湾 工作在台湾 对澳大利亚 然后 有朋友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他问我 你不敢去台湾 你不敢去台湾 你不敢去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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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你不敢去友谊 当年他是在国外 认识他先生以后 嫁过来台湾的 曾经有人问他说 你一个人 这样子过来台湾 没有亲戚 没有朋友 甚至是对台湾 一不生二不走的状态 这样子过来 会不会害怕 然后Miao Kim 就回答就非常有趣 他告诉我们说 就跟我们同军一样 我们不像困难 低头 总之就传到桥头 自然子 有问题的话 就尽量把它克服 就对了 我哪里跟Miao Kim 你不敢去友谊 所以我认识 因为我父亲 我 我认识 没有 有10年 我认识 我认识 学校 我认识 学校 股 并 学校 并 你不 要 计 是 在 学校 对,对 刚刚我问妙琴的问题就是说 你来到台湾之后怎么参加童军活动的 妙琴就是说她本身在马来西亚求学的时候 她就是一个女童 所以就是她参加了十几年的女童 所以她很清楚的知道说 童军教育对一个青少年的成长 起了很大的效果,很大的作用 然后当她来到台湾以后 她的小孩在台湾也参加了童军运动 但是台湾跟马来西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在台湾如果说子女参加童军活动的话 某一些团体呢 他们也会规定父母也要加入当服务员 这个是在马来西亚也没有的 所以妙琴也就是因为这种条件之下 重新加入童军 什么情况有关于监督博士 在台湾和马来西亚? 什么情况有关于美国? 不大分别 我可以说是同样的 但是有一个很大分别 监督博士在台湾和马来西亚 我从前开始认识说 他是多饬多 但一个人不仅存在 反正因为 wenn他们在台湾达。。正的 受于流行需要僧��而钥匙吗? 丶对即使这种 movement 所以在座 Village 因为我什么 tipo 喜欢在学校 然后, 以外的学校 他们要保护了 我们不可能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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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在学校 这里也就是 很多在学校 有外出也 没有没有人去 没有人去 全部都是这样 如果刚刚我问 苗勤就是说 台湾的女童跟 马来西亚有很大的 不同点在哪里 她说最大的不同点 就是跟同军一样 在马来西亚 不管是同军或是女童 就跟当兵一样 都一定要出操 但是在台湾的话 这种现象是完全没有的 至于在活动方面呢 就是跟台湾一样 就是老师出于 比较保护学生的一个心态 所以户外活动的形式 跟台湾一样 也就是到所谓的一个 固定营地去录音 这样子而已 就是跟台湾 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别 今天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谢谢妙青 谢谢 谢谢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